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很多业主装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墙面找屏 不仅多花了钱,还使得自己的房间变得越来越小 今天就给大家细致的来讲一讲哪些地方哪种情况需要特殊找屏 先圈一个有用,冲金找屏 冲金找屏就是将墙面先竖向的立出几根金来 就是凸起的一个标高 这样按照标高进行找屏 一般情况下在我们普通墙面要多找出的一个厚度 1到2公分 这样整体墙面会统一的一个平整 这种标准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做出的效果也比较好 当然所花费的费用也是比较高的 单从石膏找屏的一个数量就是非常大的 一般情况下工费是20块钱一平米 所以说很多业主就在问我需不需要做这种冲金处理呢 还是做普通的一个工艺做顺平呢 大崔这样跟大家说 如果说您家房子比较大 并且说您费用比较充足 不在乎这点钱的情况下 是可以考虑做我们的冲金处理 因为冲金处理之后确实效果好 整体墙面比较平 如果说有灯光的一个效果的话 会相对对比的比较明显 这样呢 灯光就会比较有效果 这是我们冲金处理的一个标准 但是我们要记住 如果说您就是一个百十平米的房子 三室一厅也好 两室一厅也好 这样的房子呢 您不要考虑做全面的一个冲金处理 刚才咱们视频的开头就说过 冲金处理呢 花费一定的费用 二十块钱一平米的一个公费 您家有多少平米 这个费用肯定是要多出来的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墙面的一个厚度 每个墙面都要多找出来 一到两厘米 这样的整个房间会被莫名的变小 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我们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应该怎么做呢 今天就告诉你 我们应该特殊找屏 几个位置 第一个 衣柜 就是我们放衣柜的地方 现在大多数的衣柜都采用定制 定制衣柜 等我们墙面做完之后 衣柜呢 放在这里 如果说墙做的不平的话 会流出很大的缝隙 所以说 衣柜的地方要做冲金处理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门口 窗口 这些有我们口线 需要包口的位置 要做冲金处理 因为这些位置呢 我们的 口线直接贴到墙面 如果说缝隙比较大的话 也是非常难看 必须需要大脚来处理 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踢脚线的位置 踢脚线也是后期进行铺贴 一般呢 是竹木纤维的 或者说木材质的为多 所以说这类踢脚线 如果说墙面不平的话 不仅造成我们踢脚线不直 或者说踢脚线的缝隙比较大 也是非常难看的 所以说把这三个位置 着重的进行找平 整体的效果就没有太多问题 好了 今天呢 给大家解释这么多 当然了 您费用充足的情况下 还有更高级的工艺 就是找方 就是将我们的墙面 就是说对角都一样长度 然后呢 对角线也一样长度 每个边啊 对面的每个边也一样长度 这样找方 当然这种工艺就要求更高了 一般情况下 不建议大家去做 房子变小了 您还多花钱了 我是阿翠 关注装修美国西建